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康泰 你准备好了吗 该出门了 没事 还早呢 说完 她一咕噜又躺下了 不过 她还有点不放心 斜眼看了一下闹钟 没事 没事 还早呢 不知为什么 她又爬了起来 还早吧 还早 还早 该起床了吧 哎呀 不好 糟糕 这些来不及了 康泰从裤兜里掏出了一个东西 她的眼睛闪过一道光 变身 快快超人 呀 康泰变成了一个快快超人 快快超人只有在紧急时刻才会变身 一变成快快超人 就能发出强大的神力 她可以飞快地穿衣服 她可以飞快地吃饭 她可以飞快地刷牙 她可以飞快地上厕所 肯定要迟到了 诶 出发 快快超人眼里射出一道电光 把闹钟给停住了 不过 这并不能停住时间 快快超人飞快地冲出家门 嗖的一声 哇哦 她的速度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对对对 这就是飞快的神力 慌里慌张的时候 肯定会忘带东西 哟 我忘了忘了 算了 管它呢 小射从不放在心上 这才是飞快神力厉害的地方 慌里慌张的时候就容易摔跤 哎哟 摔疼了 哎哟 算了 也没功夫哭了 不疼不疼了 简直是太厉害了这个快快超人 最后 快快超人还是迟到了 而且 忘带了好的东西 衣服上也沾满了泥巴 还被大家拼拼了一顿 呃呵呵 对不起 不远处 一边看着快快超人 一边唉声叹气 是准备好超人 为什么你总是不到最后一刻不行动呢 要是你像我一样提前准备好的话 就不会那么慌里慌张了 好了 别再做快快超人了 和我一起做准备好超人吧 康泰从准备好超人手里 接过面具 要不 我就从明天开始 做准备好超人吧 我也不愿意失败 我也知道应该提前准备 可是 快快超人也挺好的 那种心跳的感觉多棒啊 飞快胜利也超级厉害啊 哎哟 怎么办才好呢 是做准备好超人 还是做快快超人 康泰怎么也决定不了 小朋友们 换成你们 会做哪种超人呢 好了 宝贝们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你也喜欢听这个故事 要给格子姐姐点赞哦 想要收听更多 好听好玩的故事 微信搜索 关注公众号 格子酱 讲会一本 格子陪你一起成长 晚安